好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 全民是共同的在防疫 政府呢也推出了1922的简讯实联制 也大大减少民众在操作的时候 登记更加方便 然而近日却有人呢 擅自更改了店外的QR Code 让人扫完之后连接到奇怪的页面 玉利番局也提醒民众要多加留意了 疫情期间全民共同防疫 政府推出了1922简讯实联制 大大减少民众操作时间 登记更方便 然而近日却传出有不肖人士 擅自更改至店外的QR Code 让人扫完连接到奇怪的页码 玉利番局提醒 传送实联制简讯前 应该要确认收件对象是1922 避免误连接到高额付费的号码 对此警政署165方骗网 也在日前发公告提醒民众要多加注意 因此民众无论是实联制还是付款的QR Code 在扫描之前最好要先确认一下是否真的传送到1922 或者是转账到正确的账户 才能避免被不肖人士利用 也能为自己多添加一份保障 记者高双双玉政采访报道